在赵女士心里 父母和兄弟是她最亲的人 又由于赵女士没有子女 她一直把侄子侄女 当做自己的孩子 如今当侄子侄女有了困难 赵女士认为 自己在经济上提供帮助 是应该的 我爸爸就是有那么个心愿 一直就是知道我自己在生活 他就委托我小侄女 跟我小侄女说 你以后一定要养你老姑的老 后来我心里在想 我小侄女时期负担也特别特别重 我说我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的 2015年6月 开车拉货的侄子出了一场车祸 家境贫寒的家人 不得不向赵女士寻求帮助 赵女士在没有跟白先生 商量的情况下 去银行贷款3万元 借钱给了侄子 再加上三年前 侄子买车时 赵女士借给侄子的3万元 赵女士前后 给了侄子一共6万多元 赵女士这样的做法 引起了白先生的强烈不满 假如说我们家人要有事了 我拿走6万块钱 我们俩师父没钱了 他拿走6万 他拿走6万 师父这个钱没放 我这句话这么说的 你要不回家给你侄子过 你就别嫁人 你就别跟我过 给我过 你得经过我同意 说这么期这么3万块钱的事 你没通过我 你就借给他了 这是有风险的 知道吧 两口子五来岁了 得考虑考虑一个吧 不可能无原则的三年我借给你 影信接吾 还往里再添 谁傻吗 不傻 谁往里再添了 那谁往里再添了 你看以前借3万没还吧 现在又借3万 又打3千块钱路费 他跟我说 咱们自己得拿走钱 对啊 听话跟你说 我要跟你说我出去 这我不说 昨天还指着我皮子就这样 就这样 那咬牙贴纸的就这样 我说你说至于的吗 如果他病了 或者如何了 是不是对我的责任 我得管生老病死 我得罚后 罚老 从这件事发生之后 白先生经常因此 跟赵女士发生争执 两人之间大大小小的争吵 也频频爆发 就是在您给您 侄子钱这件事情上 他表示出了很多的不满意 对对对 这是您会对他有看法吗 我有看法 我自己借的钱 我就应该我自己主宰 我是这个意思 您觉得他不应该 干涉您的决定 对对对 他不应该 如果说你把钱 都借给你侄子了 咱俩怎么生活 这里边有先扔的钱吗 他从老家挣的那个钱没有 就是他付出了吧 他说 我天天攒那种饭 捧我来捧我去倒洗澡水 什么家里的活我全做了 那您觉得他有这个资格 去做这决定吗 或者干涉您吗 没有 他说给我攒钱 我也认同 但是呢 现在现实生活 已经就是出现问题了 那我就是当下 我要解决一些问题 是不是 我不可能在一辈子 都要跟他生活 结婚证都不想领 不想重新给你过 这就做个人帮忙 好